公元前139年 张谦初始西域 开辟出了连接中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 他以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为起点 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 丝绸之路的开辟 给中原带来了物种大交换 不止姓胡的蔬菜 葱 姜 蒜 玉米 菠菜 这些早市上常见的蔬菜和调味品 也都是张谦带回来的西域物产